因為地鐵上很多神經病 他們就是 所以大喉大叫 因為我之前就是跟神經病對言 然後他就衝過來說 You see me sick! 然後就有大咳嗽 而且我跟你講就是地鐵裡面就沒有廁所 然後我有一次就是很很醉 然後到了底站以後呢 我就超級想尿尿 可是那時候已經半夜了 就是外面也沒有廁所 裡面也沒有廁所 就真的只好在地鐵上尿 什麼意思啊 HELLO大家好我是關小文 歡迎XiaXia來了 Yeah 我是MerryBuddy 歐海恰恰 其實我們認識非常的久 應該有 十年 超久超久 十年之前 我認識你 可是我們沒有見過面 我們都是網友 我們就是網友 然後就是有在聊天 有在按讚這樣 照理說我後來發現 我身邊的一大堆人都有在follow你 就他們都會在私人臉書po說 在看你的穿搭 或者說你最近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怎麼人那麼好 真的 可是你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誰 然後大家都會跟我說 我覺得你跟關少文很像 蛤 你我臉有那麼大 你很騙啊 總之今天會找笑笑來 就是因為難得回台灣一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我就想說 我們要把握這個時間好好拍片 好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 就是說在美國讀書的這件事情 對 有發生這種好玩的或者是 多色情的 哈哈哈哈 我是考試然後做品機 然後去美國留學 我去西加哥藝術學院的服裝設計研究所 我從小到大的夢想就是要去美國讀書 有嗎? 有 沒有 我是說真的 你的夢想不是跟王心靈同學 因為我小時候其實 我忘記是誰 反正就是家人還有幫我申請移民 還什麼的 他可以常把我傳出台語 哈哈哈哈 因為後來我們家的經濟狀況 並不允許去美國讀書 我不知道去美國讀書是什麼事情 可是我是覺得 天哪為什麼好多人去 所以那個像你考上了之後 你就準備要去讀書了 那在這之前需要準備多少錢嗎? 一個學期要兩萬美金 折合台幣是 60萬 你要看匯率啦 大約60萬台幣 還不包含如果要買課本嗎? 還是買一些材料嗎? 對買課本材料 住宿費超高的 我在紐約的家一個月就用1300塊美金 哇 也是快3萬塊台幣 對然後就坐在很破的地方 又離那個工作地方超級抱怨 然後就還要跟兩個人share一個房間 還有人睡客廳 所以這個學費是家人有先幫你付 然後剩下到那邊的錢 你再自己想辦法 沒有也是都家人付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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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爸爸媽媽 準備要出發了 然後那兩年之前 那你就要準備非常多的行李 每個人都說你要帶大銅電鍋 然後我覺得比較重要是 你可以戴隱形眼鏡 因為 為什麼? 就是美國你要買隱形眼鏡 你要先去那個雁光啊什麼 然後那牌子又找不到你要的牌子 然後又很貴啊什麼的 所以你就自己從台灣帶去 而且我是戴日袍 所以我就是 有時候我媽還要從那個 台灣買來寄給我 面膜也可以帶啊 美國面膜都超貴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帶過敏藥跟感冒藥 因為我就是 美國看醫生超貴的喔 美國看醫生你有時候去諮詢 你光去諮詢 就要先花20塊美金 20塊美金 醫生跟你說 嗯我覺得你這邊 就是可以來看一下 你有一個人出去那麼久過嗎? 沒有欸 這是什麼 我跟你講 這個心情 就是 Rapunzel 從高塔裡面逃出來的心情 你搶法公主從高塔裡逃出來的心情 就是 Let it go 這感覺 Let it go Let it go 搭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對 然後終於呼吸到那個 自由的空氣 一學期你說60萬加加住宿費 加一加應該也要關於台灣吧 就是你的生活 要啊要啊差不多 因為到外面難免會一些不習慣的事情吧 對 就我最不習慣的是你每次去餐廳啊 店員會立刻跟你說 噢你想要吃哪一種蛋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egg 什麼意思 可是我剛開始就是都不懂 然後我就看我朋友就點 scrambled egg 就是炒蛋 我就是吃了半年的 所以你只會念 對我只會scrambled egg 後來呢我就發現還有 poached egg hard boiled egg 然後 over easy 就是有各種點法 那你覺得還有什麼最不習慣的 因為班上其實是有各樣的人對不對 對 因為班上是來自全世界的人 可是因為大家印象中 美國人應該很愛聊天吧 他們是一直到處有講 對 我跟你講美國人就是你去哪裡 他們都跟你聊天 而且他們都稱讚你 蛤 這一點我超不習慣就是 他都抓你瘦 yes yes 我跟你講我們本來是網友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觀哨文就真的是 比較反局一點 結果我今天坐在他旁邊 我好像跟他差不多 我也是嚇到 不要嚇到嗎 你本來以為我 小小一隻 沒有就是大家都在稱讚 例如說我頭髮這樣 他們就說 wow your hair is so beautiful 然後我隨便亂笑 他們就說 wow your outfit looks so good 他們就是什麼都要稱讚 甚至是我腿超粗 對 然後他們就說 wow your runner legs 我覺得你可以來美國 因為黑人就是愛抱你 真的啦 你看你的屁股就是 然後黑人就是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是說美國人都很喜歡 都很誇獎你 所以這就是大家的文化差異 可能會有點不同 可是有因為大家文化差異不同 發生過什麼糗事嗎 搭地鐵的時候 那天是情人節 然後我前面坐了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坐在我前面然後我站著這樣 然後就看到他額頭上 就是有一坨黑黑的 就是整個一坨黑黑 我想說 今天是情人節 萬一他等一下去約會的話 男朋友看到頭上一坨黑黑 就覺得不行 尷尬 對然後就默默地拍他跟他說 欸那個小姐就是你頭上黑黑的 然後他就說 oh this is ash wednesday 什麼意思 它是一個基督教的一個儀式 等於在某一個禮拜三 他們需要把黑黑的東西放在頭上 這樣才能那個 消除他們的罪孽 但我卻以為是那個睫毛膏化妝 好 然後就變得很沒有文化素養 你知道嗎 就是我就變得很 可是這也不能怪你啊 你是好意啊 對我是好意 因為我想說他可能要約會 你知道嗎 可是結果就出糗 我就覺得不好意思 這個要真的記起來 所以禮拜三 我們如果看到美國人這邊有黑黑的 對 他可能真的是基督徒 對就在 ash wednesday 就是我覺得 不要亂跟別人講話 因為你也不要亂跟別人對眼喔 因為地鐵上很多神經病 他們就是 啊 去打喉大叫 因為你只要跟他們對眼 他們就會衝過來 因為我之前就是跟神經病對眼 然後他就衝過來說 You see me sick 然後就有大咳嗽 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就是車上有痕跡 然後他就有咳 然後我就只好好險門 就是後來就開門 然後衝出去 而且我跟你講就是地鐵裡面 就沒有廁所 然後我有一次就是很很醉 但是我就坐在那個地鐵上 然後就睡著 然後睡到底站 然後到了底站以後呢 我就超級想尿尿 可是那時候已經半夜了 就是外面也沒有廁所 裡面也沒有廁所 就真的只好在地鐵上尿 蛤 什麼意思啊 你怎麼了 你尿在哪 尿在地鐵的一個角落 蛤 蛤 大家都這樣做我也可以這樣做吧 蛤 你說你有誤主過很多人 對啊 而且地鐵都尿燒味啊 蛤 沒有 台灣那個點是很多人都會去的 好方的商人就是提醒字幕 就是請勿模仿這樣 對啊 美國都沒有廁所 你去星巴克要廁所 你一定要點一杯飲料才進去 你還要問他密碼是什麼 他給你才進去 所以經過這兩年 你覺得你最大的成長是什麼 用不同的眼光來看台灣 就是 我本來用台灣眼光可以去看國外的人 可是 後來又可以用國外的眼光去看台灣 然後就覺得 哇 就是世界很大 就是變得更有包容性啊 同理心還有同情心 那你自己回台灣之後 你自己真的有感覺到 你自己的視野不太一樣嗎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 從美國回來 他們真的是覺得 哇變得好free喔 大家都會從洋媚外 然後我可能以前有一些這樣的想法 但你真的去了美國 你會覺得說 台灣有台灣的好 美國有美國好 就是大家都是No.1 大家都有自己 就是比較好跟比較不好的地方 只是不同的選擇 所以你不需要因為這樣子 而去羨慕誰怎樣怎樣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說 以前很想去的地方 終於去到了 好像可能那邊 也不是跟你以前想的一模一樣 就一定會有覺得很好 或者是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好的地方 對 包括你可能睡的地方 就是明明已經那麼貴了 還要跟全部人集在一起 對 可是你還是覺得 哇至少看到不同的世界 班上有不同的語言的人 我覺得應該說 其實我覺得大家 難免一定會羨慕別人的生活 或是別人的狀態 就像前幾年 我們真的也很羨慕你 真的 真的 我才羨慕你 就是看你每天在美國生活 就覺得哇好酷喔 然後讀書啊工作什麼的 然後現在就覺得 哇其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生活 對啊 因為像我也會羨慕你 就是每天就是很自由啊 然後你可以去採訪明星啊 然後你想吃鹽酥雞 就可以吃鹽酥雞 只是說大家真的都會羨慕別人啦 對 對不對 大家要滿足 對對對我覺得這是重點 真的是要滿足自己的狀態 我覺得不要想說去羨慕別人怎麼樣 應該是說 如果你真的覺得哇很想試試看 那其實你只要錢存夠 或是時間夠了 也可以去試試看 或者是你不想去美國生活一年 你也可以去旅遊個五天十天 對 或許你就可以感受一下當地的氛圍 就像你說的可能眼光也會不一樣 或者是世界變得更開闊 我覺得尤其是長大之後 大家會變得更多機會去旅遊 對 每一次出來回來的感覺就是不一樣的 對 你就會覺得你整個人心靈都洗滌 然後變成另外一個人 你就用不同的視野去看啦 因為大家有時候在同一個地方這樣弄久了 你就會有點狹隘或封閉這樣 所以就大家真的還是要好好的認真工作 然後休假的時候就把錢好好的花完 哈哈哈哈 就是真的 好好工作然後好好玩樂 對 Work hard play hard 對 對 你回來就會繼續認真工作了 對 我覺得是有道理的 到時候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策略更多的事情的話 也可以到你的IG去找你 對可以來我的IG What's up Chacha W H A T S U P C H A C H A 好如果說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把鈴鐺打開 我們下期見 拜拜 Cuz 如果 Geschichte 家裡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待 那些好 感受的 我們下期待